詞曲 李宗盛 當王生完第二胎的時候 掉把眼中 因為嚴重到就是我在洗頭髮的時候 就一戳就下來了 壓力 比如說家人 或是旁邊的工作 地上頭髮越來越多 就覺得不對勁了 怎麼會這樣子 才會開始這麼的計較 可能更年期也到了 其實那個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說 掉頭髮的量多了 那一抓就知道我頭髮多還是少 就大概就這樣子 很少 就一個圈圈 甚至沒 甚至變成這樣子 我覺得把自己犧牲掉了 我就是趁老二 就是生完木脈 可以擠很多的時候 我就會強迫自己 所以我就是一直擠 一直擠 全身的營養都抽光了 就死給這兩個小孩 自己變得那麼不像人一樣的時候 其實會擔心說 老公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是嫌棄 爸爸就是前陣子 身體不是很好 我沒有一天是 心不是懸在那裡的 所以我必須要花時間陪他們 那如果多陪我男朋友 爸爸怎麼辦 那我說我沒有 再有這個心思跟你在一起了 那我可能要不然就要賺更多的錢 因為開銷變大 對 所以我就要跟他提粉絲 掉了青春 掉了回憶 掉了很多 差不多小孩子國中階段吧 我們就分居 孩子可能就落在我身上 所以為了孩子我犧牲蠻多的 現在小孩子也都大了 其實也空潮起了 一個人會比較孤單 過去的所付出的 是應該的 你看到孩子長大了 我覺得那一塊 就讓我覺得值得了 我覺得對我來講 可能就是像人生目標吧 就是成為我父母的依靠 他們健康 他們就是開開心心的 在你旁邊笑 陪伴著你 你會覺得說 這一切都是很值得 好想找回來 找不回來 完全不行 嗯 金如 媽媽知道你為我們犧牲很多 因為你真的是 太愛我們了 金如好壞哦 親愛的 主要是要謝謝你 對這個家的付出 媽媽 你也不用覺得說 沒辦法給我們一個完整的家 會覺得有遺憾 我為什麼要增加孩子這麼大的負擔 給他這麼大的壓力 畢竟他是一個女孩子啊 是不是就是這樣 不敢結婚啊 你一直以來 對我們的付出 我都感受得到 你所掉下的這些青春 他不會真的失去 我知道你掉了頭髮 掉了青春 掉了健康 都掉在這些小孩子的身上 我覺得這些都值得的 因為現在小朋友很健康 你媽媽就對我自己講 有 爸爸就講 你不要講話 你不要講話 我爸爸講話 你不要講話 可以嗎 好 媽媽 我愛你 好 老婆會愛你 老婆會愛你 她是你老婆嗎 她是我老婆 我媽媽 你不要講話 我爸爸 我爸爸 你不要講話 你不要講話 我爸爸 我爸爸 我爸 我是把婚姻當作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可能顧到我媽是一定會做的 媽 妳們長大會給我生活會嗎 那我會 給妳一個金鞋嗎 不要常生血 上天給我這麼好的寶貝女兒 這麼有孝心 這麼年輕漂亮就要生小孩 靡靜靜靜靜靜 11級